今日的嘉賓是國際人權理事 中國問題專家 吳雯先生 吳先生好 吳雯先生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 近日在海南調研 公開高度 靈尚 中共官媒進行了高度的報導 這個形象就和王滬寧以前 因為她很低調 她的風格就和現在高調 是形成鮮明的對比的 王滬寧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人 現在她這麼高調亮相 習近平不僅權力被削 還比剃頭 是 吳先生怎麼看? OK 阿Lidia 你剛才講話的時候 那個麥克風一直有些聲音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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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好了 現在我沒事了 你講話就有聲音了 OK 好 王滬寧 世界被認為是世界最危險的人 這句話我也是第一次在這裡聽到的 我沒聽到 但是我是有同感的 為什麼呢?這個人之所以危險 因為大家知道他是習近平的大師 也都是習近平的前兩天 胡錦濤和江澤民 都是用王滬寧作為大師的 那些這樣的 江澤民講的什麼三個代表 就是王滬寧想出來的 哪個 胡錦濤要什麼 什麼 依法治國 就是他搞不搞出來的 然後到了習近平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人然後會繼續開始 他搞不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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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搞不搞什麼 的 改變 整個搞不搞 就是他搞什麼 他害羞 但你跟他奶昭雞 是連不前途 他 變大軍事 其實我也有什麼 中共在宣傳上經常都說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它不會在正式的場合這麼說 但是全中國的大陸人 從小開始就聽到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其實真正的情況剛剛相反 是中共亡美之心不死 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王滬寧曾經被中共派去美國很多年前 我忘記了 20年前 甚至更早 20、30年前 派去美國 曾經在美國 流了好像一年多 差不多兩年 所謂深造 在不知什麼大學的深造 其實它的任務是什麼? 在美國本土裡去研究 美國社會 美國作為一個政權 作為一個國家 它有哪些所謂軟勒骨 這些弱點是我們可以攻破的 因為美國是世界最強的國家 而中共是想做世界霸主 你想做世界霸主 一定要打倒世界有領導地位的美國 但就是說美國 基本上就說 政府就是想做世界的 和共同 制裸社會 和共同 說了 做世界的價格 他們是一切都要付出 他們就給美國 去裸有一點 nessa 所有事情 你聽到 其實是美國價值 我們中國強大起來之後 我們有我們的價值觀 所以它的質戰略就是 怎樣去在美國的體制裡面 美國的價值觀念裡面 一找到一些揚點是我們可以攻破它的 所以這個王滬寧為什麼是世界最重要的人民呢? 因為它是研究了什麼? 比如說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是要容許很多人權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權就是 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我們要充分利用這個弱點 它認為是一個弱點 我們要利用這個美國充分的民主自由 去派我們的特務去美國 裝作是正常的人 甚至裝作是美國進入了美國籍的公民 然後在那裡利用它的新聞自由 去傳播假新聞 利用它的言論自由 去傳播中共那些歪美蛇說 是不是這樣? 美國另外一個弱點是什麼? 它是那些民主自由國家 是容許任何人都可以收購一個企業 嗯 適合我們 我們可以去加州那個矽谷那裡 找一些技術上有非常先進的 有些突破的 不一定是在大公司那些很難買的 你說要買你的蘋果不是那麼容易收購到蘋果 但是有很多很多中小型的加州的公司 他們掌握的技術是非常先進的 我們去收購這些 那我們就可以拿到技術了 很多這些這樣的 這些黃滬寧 那個師爺就想出這一帶 怎樣去利用美國的法治 利用美國的自由 美國的開放 就是用民主去打擊民主 這個就是黃滬寧的做法 好了 說回來 為什麼它最近會拋圖裡面多一些呢? 嗯 我個人的看法 有些人就說 先是說一些反對我的意見的 我知道有些觀眾在留言裡說說 習近平似乎不是大權旁落 是吧 贏員是很出風頭的 那我的回答是什麼? 首先第一 我根本就沒有說它大權旁落 我一直是說它軍權旁落 還有我說在中共這種體制裡面 毛澤東講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當你軍權旁落的時候 就是你可能出現的大的開始了 因為沒有了軍權 最後你就什麼都保不住了 好了 但是為什麼它仍然好像還可以呢? 因為當時 尤其以三宗全會作為高潮 是補習派跟反互相鬥爭的最高潛態 就是今年7月份那個三宗全會期間 在那時候呢 反習派沒有計劃是要政變 政變成是將你習近平劈走 然後換一個人 不要這麼煩 或者他沒有成功這樣做 甚至他可能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做不到 也知道看到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習近平大權代握 整個政治局的人都是他的習派人物 但是呢 因為這個習近平在任期間 中國經濟是極大的麻煩 極大的麻煩 還有呢 外交上非常孤難 其實我們現在要回到香港的利益 還有呢 他試試一下 這件事 作為民主 でもcharging 全世界世界最富裕 最強的國家 北美和歐洲的國家 全部都對中國越來越反感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呢 反習派就利用這兩個事 經濟和外交向這個習近平施壓 你看看 自從你上任之後搞得一塌糊塗 我們從來沒有這麼麻煩的樓市 這麼麻煩的股市 這個現在全世界現在只得分 俄羅斯、伊朗、前仙和我們做老友 其他都做伴親來 是你搞出來的 所以他們 習是當時受到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其實勝於雄辯 所以他當時就讓步 怎麼讓步呢 反習派的人就說 你立即要改變 不可以一人獨裁 你要重新成立這個 鄧小平同志當中建立的集體領導制 這個就是中心的地方 為什麼王滬寧重新出現 所謂集體領導呢 大家千萬不要共產黨不是說想搞民主啊 他的所謂集體領導呢 就是說呢 那個獨攬大權的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常委 當時鄧小平開始之後呢 江澤民時代 胡錦濤時代 基本上都是這樣 將中國大陸的權力分為不同的領域 那就是一個常委官一個 一個常委官一個 這就叫做集體領導 集體領導 其實很多獨裁國家都是這樣 阿拉伯那些獨裁國家呢 阿拉伯那些什麼 油長啊 有很多子女 她有很多老婆 所以有很多的兒子 女兒沒有份 有很多的那些王子也是這樣的 每一個王子分的一份 你是負責管電力工業的 你是負責管電腦工業的 你是負責管通訊的 你是負責管這個城市建築的什麼貴什麼的 全部都分了 每一個人有很大的權力在這個發文之外 這就是所謂的集體領導 所以這次習近平讓步之後 就要表現一下 所以他最近去這個拉丁美洲 為什麼要這麼發精力呢 而且很高榮點 說怎麼成功 就是要對這些反習派 特別是對那些政治老人 和紅二代 要表示 你看我們不是很孤立 我們很多朋友 我們阿非拉的兄弟國家 什麼什麼 我很成功 我在巴西的時候 他們夾道歡迎 怎樣怎樣 巴西跟我們簽了合作 這個阿根廷 阿根廷以前罵我們 現在不罵了 現在說要坐下來談 怎麼加強貿易 是呀 這個是事實來的 阿根廷是絕對有些口氣 還有很多 你知道大家 知道那些阿非拉國家 你只要派錢 他就什麼都同意了 這些所謂用錢買來的友誼 不是友誼 這句話 做人都是一樣的 你可以花錢 請很多朋友去吃飯 幫他們花錢 一起去旅遊 我包起來 我買飛機 飛機機票 酒店 五星酒店 吃東西 玩 全部我包起來 哇 你朋友偏偏 但是那些鹹飯都是酒肉朋友來的 沒有酒油 沒有肉吃的時候 他就不是你的朋友來的了 阿非拉的那些朋友 那些兄弟國家就是這種所謂的兄弟了 酒肉的兄弟 好了 說回來 另一樣就是 外交方面他就表露了他的 他對這個政治老人和紅二代讓步的一種表現 王滬寧之所以出來 不是單單是王滬寧 李強最近都有表現 以前身為國家 身為官方來說 他是政府的第二把手 或者中國的第二把手 李強 但是大家都知道過去 李強說什麼 做什麼都聽到很少 聽到很少 因為習近平不給他 不給他太多拋就露面 習近平要保定他的一尊地位 但是自從三中全會之後 李強出現了很多次 這個軍方方面都有出現 所謂集體領導的表現 就是李友恆 張友恆 張友恆 張友恆也都出現了 情況多了很多 總之呢 跟這個三中全會之前 什麼都是習近平 什麼都是習近平 你壓壓壓壓壓壓 要那些媒體 每天都要提他 很多人怕的 我記得有人 我忘記了個數字 這個 有人說人民日報 就是在三中全會之前 就是他的地位上任之前 有人數過每天在人民日報 習近平這個名字出現了多少次 我記憶中最少都有十幾次 一天 一張《日報》裡面 最少一天就是十幾次 最多的時候 三中全會之後就明顯降低了 所以大家已經在留言上提出這個不同意見的朋友 大家要明白 我說的不是說習近平已經是大權樸落 我只是說他軍權樸落 還有呢 他是對那些政治老人 還有很期待的做了讓步 讓步是什麼 答應要恢復以前的那些集體領導 就是這樣 是的 為什麼說王滬寧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人呢 其實這句話是美國媒體人邱伊特 他就在一篇專欄文章中表示 王滬寧在意識形態領域 對習近平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力 他就直言王滬寧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人 所以這個說法是出折他的 是的 OK OK 我剛才提到的說法基本上是一樣 我都說他是曾經江澤民的師爺 是李吳錦濤的師爺 也都是習近平的師爺 是他幫習近平呢 要搞一個中國夢 所謂復興中華文化 當年都是假話多一句真話 還有他提出這個東升西降 這些所謂的習思想 全部都是出於王滬寧的 他是建議我們要宣揚 中國正在和平崛起 我們要在宣傳上強調 美國才是世界的霸凌者 不是中國 中國是一個很乖的 很友好的和平崛起的大國 而美國是到處侵略 這個人為什麼說他這麼危險 為什麼他很厲害 騙人 他找到這些弱點 他說我剛才講過 他曾經在美國停了差不多一年多 現在一年多的心臟了 他就找出很多弱點 其中那些所謂弱點 他說我們在世界宣傳上要強調 美國是侵略者 美國是邪惡的 我們用什麼理由呢 你看看 這些說他不會自己講的 這些說他跟《人民日報》 《新華社》那些編輯講的 讓他們有一個思想指導 你們要強調 你看看全世界有多少 美國的軍事基地 日本有 關島有 這個菲律賓有 什麼什麼 到處都是 有多少個中國的軍事基地 就是吉普圖 兩個 三個 美國有30個軍事基地 是他們霸凌的嘛 他們是世界霸主嘛 我們不是 我們很乖 我們和和平崛起 他就這樣教這些 這些這樣的說話是有騙到很不少人的 因為很多人沒有去深入研究 每一件事的歷史 和他的全局的真正情況 而是呢 只是聽到你 不如你中共搞那些 就是王滬寧指導之下的那些宣傳 是講得很表面 表面是真的 你看看這個世界地圖 哪裏有美國的軍事基地 哇 一大堆 三十幾個 哪裏有中國的軍事基地 兩個 三個 那當然美國是霸凌啦 美國是不對啦 到處那裏 耀武揚威啊 張牙武爪啊 那他還有一個是什麽呢 就是要大家宣傳 要中共那些媒體宣傳 用各種方式來講 就是合適的場合 他們會這樣說 說美國才是侵略者 你看看 前仙人來美國這麼遠 美國派大兵去那裏打 殺了無數的中國人和前仙人 後來又在越南打 哇 所有那些 呈留在表面思想的人呢 就會很容易同意的 但是他們不明白什麽呢 因為當時的美國領導人 當時的美國總統 是已經認出認識到 共產黨是一個邪惡的政權 共產黨是很多世界災難的源頭 所以一定要堵住它 不要讓它在全世界擴張 那當時呢 中國大陸已經是成為共產黨 已經被懲罰了 朝鮮的北部 也有朝鮮的共產黨在搞革命 是吧 當他們準備呢 要 要 要將南韓 都變成共產黨的地方的時候 南韓當時的政權 就呼籲美國支持他們 阻擋他們 美國當時呢 因為他們當時的反共意識很強 所以當時呢 美國是將中共 跟中共蘇共和朝鮮 全是將中共放在策略裡 都是世界上最邪惡的政權 所以美國當時透過聯合國的決議 去支持南韓 韓國支持南韓 當時中共和這個蘇共都利用這個北越 什麼北越的北似 越南的北部 北越的共產黨 胡志明那幫人 利用他們做代理人去擴張共產主義 要把原本不是共產主義的南越都要赤白 所以美國出兵 其實呢 如果大家明白共產黨 不論是中共也好 越共也好 蘇共也好 大家如果明白共產黨是非常邪惡的一個組織 一個恐怖分子 那我們其實呢 我要感謝美國大兵犧牲他們的生命 就拿到這邊 substant一個計劃也做到 而且這是會是否有第一階段 會不會說得過 也會說 會承認 他們又會想互惡了 但是共產黨的宣傳是剛剛相反的 他們說是美國到處要去藏 要無藥威 所以呢 變成呢 很多年輕人中了計 甚至一些比較不太了解 對事情沒有深入分析了解的人 都相信這一套去抗議 反了控制反了 但是這個原因 對美國轟炸越南 所以最後造成美國人受到強大的壓力 所以美國最後就撤退 撤退之後越南共產黨就大肆慶祝了 我們邪不勝正啊 我們贏了什麼什麼 之後就更加幫了共產黨的忙 在全世界擴張滲透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的歷史 我不是說美國十全十未 但是真正的事實 因為當時美國的領導人 認清了共產黨是很危險的組織 是一個恐怖組織 是一個有國家權力的恐怖組織 非常危險 當時很多人不相信 因為共產黨很厲害講謊的 要美化自己 但是我希望現在香港人都越來越明白了 真正的邪惡並非英國殖民主義者 我還記得1967年 共產黨在香港鬧時搞什麼反英漢暴鬥爭 說我們要了結英殖英帝國主義 香港的百年殖民政策 要他們捆匯架 當時有人同意的 有香港人來參加這些所謂抗議活動 但是大家現在民心很客觀 很中性很明智很文明這樣看一看 英國殖民政府在香港都有做錯事 都有做壞事 但是相對於中共 但是真的是小毛見大毛 對不對 你說2019年那個反送中運動 英國人會這樣做嗎 我想不是 是不是 還有由於中共 我們香港人失去了法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那個法治 失去了很多人權 失去了很多自由 這是事實 在英國統治香港的時候 香港人享有的人權自由和這個法治 絕對是遠遠勝於今天 這個是事實 所以大家不要這樣表面去看問題 當時共產黨的領導說 哎 香港是中國人的地方 應該由中國人來管 我們要結束英帝國主義 很多人都說好事好事 我們中國人自己管香港 總是給外國人說好啊 外國人管好 不是這麼簡單 事情不是這麼簡單 是 我覺得這些災難是不是都是跟這個 王滬寧有關呢 因為他是三朝師爺 他出的詭計是最多的 沒錯 他是詭計多端 老奸巨懷的一個人 非常危險 他的政治生涯是這樣 他是低調的 他不是喜歡經常拋頭露面啊 出風頭啊 他不是這樣的 而在背後呢 他不是這樣的 但是他想出很多詭計 他認為他真的 甚至真的認為呢 他的看法 中共的看法是對的 中共是應該統治世界的 而美國是不對的 他是非常有可能的 大家要知道共產黨人啊 不是個個都以為自己在做錯事的 也有共產黨是以為自己做得對的 是美國不好 有些真的是這樣認為的 我認識的一些共產黨高官 他們都不一定有一個深淫的了解 他們都不一定花精神 花精力去尋求真相 因為共產黨很厲害 改變歷史 改寫歷史書 你在中國大陸能夠買到的歷史書 絕大部分是共產黨控制下寫出來的歷史書 是歪曲了歷史 連共產黨那些頭目 他們想了解歷史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看那種歷史書 共產黨統治下的歷史書 這樣就會被歷史書都騙了 譬如他說 他可以將 譬如我剛才提到的慈善戰爭 大部分的共產黨的官員 他們真的認為呢 慈善戰爭 是中共站在正的一邊 美國是邪的一邊 美國是邪惡的 我們是正義的 很多人是這樣想的 這樣就散了 顛倒是非 當一個人顛倒是非之後 將黑變成白 將白變成黑 如果他手上有權的時候呢 他就會做壞事 以為在做好事 現在就是中國的情況 當然也有官員 明知道自己在做壞事 就是想做壞事 因為另外一個因素是什麼呢 共產黨破壞了中國人的道德觀念 所以很多中國人呢 他們的道德底線已經原早就被衝破了 而是呢 他們現在的所謂道德理念呢 是什麼呢 人不為己 天誅地滅 就是一個人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 我為了我個人的利益 做這件事 做那件事 就是對的好事 當然他不會正式這樣說的 共產黨最厲害講謊的嘛 他可以說 我們為人民 我們共產黨官員 我們的幹部 各個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 大家都說是 我們為人民服務 一在公開場合 共產黨某某領導 要發言的時候 講得好聽的 我們考慮到群眾的利益 我們共產黨人是應該每時每刻 準備犧牲一切 甚至犧牲我們的生命 去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 去共產主義社會 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 哇 講得很好聽的 其實每個人都在打如意算盤 我怎麼可以明天走 這個就是無法 但是王滬寧呢 因為他就很陰險 就很低調 低調就是 藏在黑暗的地方去出那些懷主義 但是他現在就高調地出生了 出來 那是不是真的很有人害怕呢 他想做什麼呢 不想 唉 我以前也曾經說過 共產黨人每個都是瘋狂的權力獄者 就是他的權力獄是非常瘋狂的 因為我們都不可以怪他們 為什麼呢 從一個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你想想一個人 生長在中國大陸 如果他還是一個大陸的黨官的一個家 他們從生出來那一天還可以學到什麼呢 哇 當人都是很重要的 錢都不是最重要的 權力更重要 有權就有一切 他們好 小孩子早就學到的了 我爸爸為什麼 嘩 他的所謂朋友 就是被他賓那個官員為他賓 來他家的時候 哇 我爸爸很威風啊 他一開口大家就馬上聽 他一見夜就這樣 大家都說 好的 當一個比我老爸官位 更高的人來我們家的時候 我老爸是很聽話的 坐在那裡說 啊是的是的 同時說得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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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的 從小他們就學會的了 是的 全力就是一切 所以很多大陸人 真的 我不怪他們 因為他們是生於黨文化 長在黨文化 當你沒有比較的時候 你都根本不知道什麼叫黨文化 他們很多中國人 中國大陸的人 是將黨文化當作是中國文化 他們說 我們中國人就是這樣的 我們中國人是會這樣想的 這樣想的 我們中國人會這樣講 我們中國人會這樣講 其實他說的那些中國人 我們中國的傳統是這樣的 傳什麼鬼統啊 是各黨文化搞出來的 真的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發現 譬如我包括在西方 也碰到的很多大陸來的人 我絕對不是說大陸的人比香港人壞 不是這樣 千萬不要這樣 如果我們香港人 如果我們上天安排我們 在49年之後出生在中國大陸 在那裡長大 我們不多不少都會受到污染 如果我們是不幸的 受污染很嚴重的 那麼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行動 我們做人的準則 非常相似 你現在很討厭的大陸 是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這一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做人的慈悲為壞 因為一個人出生在哪個地點 你自己不可以決定的 我想 你可不可以決定誰是你父母? 你可不可以決定你出生於何時何地? 但是你出生於何時何地 誰是你父母? 是影響你一生的人 是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人的事 一定要慈悲為壞 因為你不要以為你現在這麼聰明 其實你現在這麼聰明 是因為和你的出生都有關係的 你是有幸出生在香港 還有可能是一個很有修養的父母 很懂得怎樣教育你 還有香港有很好的大學 你進了大學 最後你成為一個很聰明又成功的人 但是你千萬不要以為一切是你自己的功勞 因為你自己不可以選擇你自己的出生的 這些是上天安排的 是吧? 我發現了什麼呢? 很多大陸人是每時每刻都很精靈於誰是最強的人 但是一個大陸人就進了一間房間裡面 在房間裡面可能 比如說 我記得以前去中國大陸做生意的時候 我舉個例子 在一個會議室裡坐著一班人 我們是西方來的 下一邊坐著 對方就是中國大陸的那些公司的 那些大公司 大陸的能源公司 電力公司 我就發現了 中國大陸公司裡面的人 因為 dialect了經典的人 對方一定�� automat nut전 如果中國大陸都找到了 laundry 可是你有什麼幹嘛? 跟etical說法之後 會油膳 但是呢? 現在張三是最強的 而張三他會高興 如果我這樣說的話 他會覺得我好啊 我以後可以升官的機會多一點 我就這樣說 是吧 下一次我進去另一個副議室 張三不在 李四他的興趣 跟張三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就改變我的講話 可以得到多一點分 我會講 哇 很厲害的 露火神清有些 真的 就是完全是人格分裂的 看看情況 什麼對我的個人利益最好 我就這樣做 而個人利益取決於我和最強力的人的關係 其他人比我更弱的 根本就不花一秒鐘去考慮他們是怎樣的 如果他是比我稍微強一點 但是不是當場最強的人 都不需要講太多了 就是這些就叫做黨文化 很令人害怕的 所以呢 所以現在說回來好像王滬寧這種人 就是有時候我會懷疑他們 因為他都是生於黨文化 長大於黨文化 所以他整個腦袋就認為 是國民主黨的身份 我會懷疑他們 對他們都沒有講 如果他都不會講 他都沒有講 他其實他都沒有講 他已經說 看到一些大陸人的做法 是吧 怎樣去拍馬屁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是很正常的 反而一個香港人如果搬到大陸 如果沒有失去他原本的本色 去不去拍馬屁 旁邊的那些大陸人可能會說 喂 你真的不懂做人了 是吧 你很憑 你很憑 你不懂做人 廣東人都是不懂拍馬屁 廣東人和香港人有一種同鄉同氣 一種語言方面都相同 亦都是不懂拍馬屁 廣東人當然廣東人裏面也有拍馬屁之人 不過相對來說可能會好些 少些 為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呢 中共高層裏面非常少廣東人 但是廣東人 廣東人不少過 廣東人大概有一億人是廣東人 就是十分之一的中國人是廣東人 他說不是廣東人不只是在廣東 在廣西都是廣東話的廣西人 其實都是廣東人 只是那些畫邊界的人 把他畫在那裡 他們突然間不在廣東省裏面 廣東省應該是八千萬人 在廣西裏面講廣東話的應該有二千萬 加上一億都是廣東人 還有海外的廣東人 香港的廣東人 那為什麼廣東人 大家有沒有注意 就是中共高層很少廣東人 非常非常少 你說沒有幾個常委 最近這幾十年沒有一個常委是廣東人來的 為什麼呢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 大家可能現在講到一些離題 沒所謂 大家香港應該都 大家喜歡聽 喜歡聽 因為廣東人是很特別的 廣東人呢 就是我自己的 我不是一個歷史學家 但是我對這方面感興趣 曾經看過一些書 跟一些這方面的有研究的有攝知識溝通過 那我就發現廣東人之所以與眾不同 在中國人裡面 因為廣東的文化與眾不同 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 這個靈魂 這個一個民族 比如說廣東人 一個人群 廣東人 因為他們的文化是真正表達他們是怎樣的人 而廣東文化呢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第一 廣東文化可能是最中國的文化 很多人我覺得奇怪 怎麼會啊 我們北京人不是應該更加正宗了 我們是中間來嘛 不是啊 不是這樣 原本是這樣的 秦始皇的時候 見到長安 那時候呢 中國的文化中心確實在中原那裡 為什麼中國人說中原 中原 中原就是黃河以北的黃河 南面的長江之間那一大塊地方 是原本的中國 原本的漢人 墜居之地 是正宗的漢族文化 但是 自從秦始皇之後 都到唐朝啊 明朝啊 什麼 唐宋 唐朝 到宋朝 宋朝呢 特別是宋朝 所以 開始有很多北方的所謂北移 所謂北方的那些所謂小數民族 就打進去中國 什麼金人啊 什麼蒙古人啊 滿族人啊等等 經常要打進去 那最後呢 唐宋元 元宋朝的時候 應該是金人的一部分是打進去中國的 所以每一次北方那些人打進來的時候呢 中原的中國人呢 逃跑啊 逃難啊 去哪裡逃難啊 敵人在北邊來的嘛 那不會向北方去逃難 又向南方去逃難 尤其是到了元朝 元初 宋末元初 是蒙古人打進去嘛 蒙古人最後打贏了嘛 說蒙古人大量的入侵中原 當時呢 很多人是很害怕的 所以都向南走 又是向南走 元朝 清朝 清朝是滿族的 又是這樣 所以呢 由宋朝開始 每一次經常 每一次發生戰亂之下 中原的正宗漢人呢 就藍而到廣東 那裡夠安全了 廣東夠遠了 而呢 留在中原那些人呢 就被迫跟蒙古人 木滿族人 金人等等 混在一起 受到他們民察的影響 為什麼 我們今天如果將唐朝 宋朝 漢朝的詩詞 拿來讀的時候 用廣東話讀 是會壓運多一點 用普通話讀反而沒有這麼壓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的正宗的漢文 是很相似金人的廣東話 如果不是不會這樣的 是 是 是 而呢 普通話是什麼呢 是當時漢族人呢 受到蒙古人的大量的影響 改變了很多發音 有一個研究 一個專家跟我講 他說 中國古代的漢文裡面呢 是沒有那些捲鯉的 我是北京人 這些口音呢 是蒙古人 蒙古話裡面很多的 所以 因為蒙古人當時是 他們是做皇帝啊 那個 聯朝的皇帝 全部都是蒙古人 所以他們說是 他們是大老闆 權力大權在握的 所以他們呢 後來他們都學漢文 因為他們發覺漢文 中文學是一個更加先進的語言 其實是一個更加發達的語言 所以他們都學 但是他們就加了一些漢文 那些蒙古口音進去 所以呢 那個發音就改變了 反而呢 廣東音呢 是更加接近原來的漢文 所以 其實呢 其實廣東話裡面呢 有很多名詞呢 是非常非常有文化修養的名詞來的 不是一般人說的那麼簡單 比如說好像我現在想起上來的 廣東人說古華 古華 現在大家以為是一種口語 因為普通話那些人不像用古華的 其實古華是很古的 真的很古的 古學人先的時候 古華人心的時候大家都會用到 但是廣東人是跟了原本漢人的那種語言去講的 說你古華 是 是 反而是古時候 古時候的很多的議員 反而是流傳到現在的廣東話 是 沒錯 沒錯 是啊 所以為什麼廣東人這麼特別呢 和其他省的人呢 就是完全不一樣呢 就是這樣 最可怕的是什麼呢 共產黨是要消滅廣東文化 他們是信不過廣東人的 因為他們知道 歷史上有很多 反抗暴政的人是廣東人 最後一個就是孫刀山先生 是不是 所以 他們很怕是廣東人 是啊 所以解釋到為什麼 高官裡面就沒有這個廣東人 因為廣東人真的是很反共的 就是這個看到不公正的東西 是絕對不會容忍的 還有就是會為百姓講話 所以香港人有一個歷史使命 因為現在呢 香港已經是成為廣東文化 最後一個要守住的陣地 如果我們不成功守住呢 廣東文化會在全球消失 沒錯 因為全中國給共產黨都全部赤化 而且他現在是想將香港都赤化 大家知道在中國大陸 所有的省份都不給他用方言去廣播 當時只有廣東省在例外 為什麼呢 是因為 共產黨在廣州建立的 什麼廣州人民廣播電台 廣州電視台 他是主要對付香港 被香港人洗腦的 所以香港人當時不喜歡講國語的 只是說廣東話 所以共產黨就變成了 廣東省是唯一一個省 不用普通話廣播的地方 有非廣東話的電台和電視台 其實是為了香港 好了 到現在香港已經淪陷了 現在2019年 其實97年已經淪陷了 地下淪陷 現在表面上都淪陷了 他們現在是要消滅香港的廣東文化 所以學校裡面現在要學普通話 小孩子要學普通話 還有呢 在廣東話裡面已經滲入了很多 非廣東話的語言 就是消滅了這個廣東的文化 就等於是消滅了這個香港人了 所以中共是非常的陰毒的 還有就好像一代一代那樣 比如說這一代是爺爺 他是廣東人或者香港人講廣東話的 到下一代就消滅了這個廣東話的 下一代的人會不會再懂得講廣東話呢? 還有再下一代第三代會不會懂得呢? 我很想問一下 吳欣你這個小朋友 你的兒子會不會講廣東話呢? 這個我兒子都是一個受害者 他是懂得講普通話 不懂得講廣東話 因為呢 也都是我的一個錯誤啦 可能我當時沒有重視這個問題 我兒子現在已經是50歲了 但是他小的時候呢 我沒有花精神花時間去教廣東話 那麼他一直就沒有學中文 多到他20歲了 他才靈近自己決定要學中文 但是當時呢 在德國你要找一間大學 教廣東話是找不到的 沒有了 只可以學普通話 或者國語 台灣的老師 或者大陸的老師 所以他當時就學了普通話 所以他現在普通話講得不錯 那第三代呢? 第三代懂不懂得講廣東話? 第三代呢 反而不懂得講廣東話 沒有廣東話 只是懂得講廣東話 都是不懂得 所以為什麼說一代一代呢? 就是這個例子了 一代一代就消滅了廣東話了 那你廣東話消滅了 就等於消滅了你的廣東人 香港人 因為你的根沒有了 你的文化沒有了 這個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認為是不對的 不應該消滅廣東文化、廣東話 不應該消滅任何一個方言 其實世界上在歐洲 每一個國家都有他們的地方語言 但是他們沒有人去搞任何消滅的政策 而是大家臥病共存 最好的例子就是瑞士 瑞士不是方言 瑞士是有三大民族 同一個國家 最多的是德國人 他們說德文 然後第二大是法國人 說法文 他們官方上不是叫法國人 都是叫瑞士人 大家都是瑞士人 講德語的瑞士人 跌到百分之應該六十 可能 講法語的瑞士人 可能百分之二十 然後還有百分之十 是講意大利語的 那聯邦政府 就是瑞士的中央政府 他們不叫中央 他們叫聯邦 因為中央是太霸道 聯邦政府 就是每一個州 聯邦 自己很獨立 很自主 他們很多事情自己決定 還是國防外交 還有瑞士的聯邦政府 聯邦政府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人 講英文呢 是的 英文作為外語 他會講 但是不是作為母語 明白嗎 英文的瑞士人 大多數都懂英文 但是他是學校學的 但是德文 法文和以太太文 他們的母語 是的 在德語區長大的瑞士人 他們一生出來 他們就是 父母跟他們講德文的 因為他們原本其實是德國人 是同一個民族 德國人一樣 但是瑞士的聯邦政府 這二百年內 從來沒有迫害過任何一個語言 雖然德語是最大的 講德語的瑞士人 但是他們的官方語言 是德文 法文 意大利文 都 求同傳義 沒有問題 學校裡面 法語區的人 學的是法語 用法語來教學 意大利的用意大利語 德國的用德語 就是德文區 德語區 但是 他們鼓勵 德語區的人 要學法文 法語區的人 要學德文 意大利的又要學德文 法文 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瑞士人 幾個語言都懂 再加上英文 我覺得是完全可以這樣 它沒有強迫任何人 每一個地區 都有人 德語區的 你喜歡的就講德語 沒問題 在德語區的電台全部用德語 在法語區的電台全部用法語 在意大利區 就是用意大利 但是 你要問那些人 問你一個意大利的 瑞士意大利人 你說你是什麼人 沒有一個從你說話 我是意大利人 他說我是瑞士人 他做得很好 他是求同傳義 他容許你 就是你是廣東人 我容許你講廣東話 什麼都可以 我們大家 是一個聯邦 所以他們很自豪地說 我是瑞士人 他不會說 我要幫意大利 或者法國的法語區 他不會說 我要站在法國那邊 沒有這樣的事情 他就是很驕傲 很自豪地說 我是瑞士人 為什麼呢? 因為瑞士聯邦政府 是很合情合理去對待他們 雖然他們是少數民族 百分之十是意大利人 但是他們得到的民權 他們的人權 他們的民生 他們一切的資源 和這個大民族 德與虛的瑞士人 一模一樣 沒有分別 一是同樣 所以以後的真正的中國 應該是一樣 有一個聯邦政府 廣東省可以變成一個州 你州裡面 程序 美國 對於到了 中國華民族 最終的 是多的 所以 你能夠拿去 中國華民族 中國華民族 には 每個人都要 你說 你元洋政府 天洋政府 那是 那個 你 還沒有告訴你 他們大概知道 應該是各所賣的 付款裡面是 但是這個場地是美國公司的 銀行公司的銀行公司 有自己的銀行公司是一個銀行公司 這個銀行公司的銀行公司 政府每年有一筆錢撥出來 是什麼呢 是要學校去培養這些中國移民的孩子 小孩子要學中文 給他們免費政府花錢 你的兒子在小學讀書 上課的時候當然是讀瑞典文 什麼教學都是用瑞典文 但是另外政府花錢 你上了課之後可以留下再多學一個小事 花錢去請一個中國人來教你中文 甚至教你廣東話 如果你要求你的好話是廣東話 而且不單是教你 還教你的文化 那些廣東人的小孩子 比如說要學一下廣東的歷史 廣東的文化 你說我們中國人是不是應該很慚愧啊 人家西方人花錢去培養 中國人的後代去瞭解中國文化 學習中國語言 而你中國自稱為中國人民的政府的共產黨 是要打擊廣東人 不讓廣東人學廣東的文化 不讓他講廣東話 你說是不是荒唐啊 是不是很慚愧啊 是不是很慚愧啊 所以這個中共呢 非常之邪惡的 就是為了消滅這個香港的文化 消滅廣東的文化 消滅廣東人 是不是香港人 沒錯 他一切的決定是為他的權力服務 沒有其他東西 是 是 現場觀眾呢 就是有 每個人都講廣東話 我聽不明白 對我的權力不利啊 不讓廣東話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他太過嚴厲 不讓廣東話 今天開始不讓廣東話 他又怕 香港人會造反啊 太厲害了 次挑太厲害了 那他又不做了 我考慮到我的權力 我就慢慢來 其實香港呢 堅持講廣東話呢 其實就是一種對抗 這個匪夷 是的 現在現場觀眾就有人留言就說 現在香港的街上呢 幾乎近半數的人 都是講這個有普通話的 非常之冠儀啦 那麼很多上學的兒童 和30歲左右上班的男女呢 都是滿口的普通話哦 那相信20年內呢 香港是以普通話為主的 這個是現場觀眾講的留言 還有呢 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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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香港人呢 應該要維護我們的香港文化 廣東文化 這個很重要的 另外呢 不要上當 共產黨就是 只是用什麼港獨啊 什麼港獨啊 你自己都曾經答應過香港要高度自治 自治就是獨立嘛 只是差一點點而已嘛 其實香港人根本就沒有要求獨立 是要求自治的 你自己共產黨答應過的 你自己出意反意 答應別人 高度自治 結果就什麼都沒有自治 還要霸凌香港 這個才是真正的事 我們不可以接受 因為廣東文化是它自己本身的價值 沒錯 那還有現場觀眾就說 Lily的廣東話好了很多 其實我本身就是廣東人 我自己講的 我的母語就是廣東話 都是你的 廣東話不是香港的廣東話 是嗎 那就是說 你覺得是屬於什麼的廣東話呢 很難說 因為你講廣東話 可以聽得出來 你不是香港人 香港的廣東話應該是屬於比較正宗的廣東話 因為大陸的廣東話不多不少 在發音上和用詞方面已經被共產黨改了 很多的說法 我們香港人以前從來不用的 比如說搞生產 廣東人沒有這樣的說法 這是普通話 是共產黨搞出來的 打造新世界什麼 打造什麼 廣東人裡面沒有打造的 打造新的經濟 廣東人說建立新的經濟 建造什麼 沒打造 共產黨終於打 其實共產黨不單單是破壞廣東文化 它破壞整個中國文化 黨文化 真的 大家要知道很多的用詞 是共產黨搞出來的 解放全中國 這個 這種說法從來沒有的 解放什麼 騙人去解放什麼 第一 很少人過去很少人用解放這樣就知道了 共產黨經常要你聽解放全中國 為什麼 因為它要告訴你 要你相信 共產黨自然中國好不好 很慘很慘 人吃人的社會 一共二百的社會什麼什麼 我敢說共產黨之前的中華民國雖然都有戰亂等等 但是 人們享受的自由是遠遠超過今天的中國人 雖然就是說 廣東人可能講的廣東話 就跟香港可能有一點點區別 但是現在的香港都非常的危險 甚至是連這個廣東話都不可以講 慢慢一步一步就好像剛才說的 第一代是懂得講廣東話的 第二代已經是不懂了 第三代更加不用講 它是為以後的驚人治港做好準備 因為如果香港人 每個人都講普通話 以後他要選一個新的特首就更加輕易來做 在他旁邊 中南海裡面有哪個高官 是比較學識的 怕去做香港的特首 不需要現在要找一個懂得講廣東話的 廣東文才會有分途 它容易控制香港人的嘛 就是你本身你學普通話 就是等於說就向中共示好 是不是? 就有這樣的意思了 所以它又控制你了 反過來就控制你 當然了 包括我們現在做這些節目 他們最希望我們都不要用廣東話 他們不需要翻譯的 是吧? 國安的那些管香港的官員 他們都想知道你跟我講的什麼 但是他不一定懂得聽廣東話 要找人翻譯就麻煩了 所以香港人堅持講自己的廣東話 是的 人家講普通話不用理他 講廣東話就對了 因為 尤其是要堅持廣東文化 我舉一個最後一個例子 時間到了 不過現在講這麼精彩的就講一兩句了 是的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香港人 香港是這個功夫電影的發言地 大家都知道李小龍 你叫李小龍嗎? 是李小龍 是真的紅全世界的 這個功夫電影 但是呢 中共呢 是不太喜歡大陸人看香港的功夫電影 大家知道呢 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呢 就開始放鬆了 給一些功夫電影進去大陸 因為他們以為功夫電影沒有政治的色彩 所以雖然是講廣東話 都一樣是被大陸看到 但是大家知道 遲過三十幾年 現在在大陸呢 看不到廣東話 香港做香港人的功夫電影 而是看到大陸做的功夫電影 它裡面的人是講普通話 不講廣東話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大家查一查 查一查 如果我是聽別人講的 有研究的人講的 香港做的那些功夫電影呢 都是宣揚 邪不勝正 是的 正義 邪不勝正 還有呢 經常有些是會表現一個官逼物犯的道理 說那些貪官 污吏 壓迫人民 最後呢 人民官逼民犯去做法 將那些官員一個個打敗 是啊 那就是英雄 是啊 這些事情都不想帶去人看 知道嗎? 他要看現在大陸做的那些功夫電影呢 大多數都是官方贏的 官方是正義的 反過淚院的啊 是不是 反過淚院的啊 是不是 反過淚院的 等於是洗腦啊 當然了 他不僅是反對廣東話 他是反對廣東文化的 因為香港文化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功夫電影 功夫電影一直都是大多數是堅持 反觀的 是的 邪不勝正 官兵反這個道理 沒錯 反骨的 就是反這些公官的 是的 公官如果不公正就一定要反了 這個就是廣東的文化 是啊 沒錯 就是這一點 所以就 他們很害怕廣東人 因為其實辛亥革命都是官迫民反啊 是吧 那孫中山和這個國民黨啊 和那個什麼 同卿黨啊 是吧 我忘記了叫什麼 開始是另一個黨 總之 辛亥革命參與者大多數是廣東人 嗯 是 大多是廣東人 是 他們很害怕的 廣東人是比較開放的 因為廣東人是沿海嘛 所以很早的廣東人就已經老遠的跑到美國 你知道嗎 美國的那些老華僑啊 很多都是廣東人來的 現在甚至是紐約的那個舊的那個 有幾個中國城啊 最老的那個中國城裡面呢 你碰到很多原因是講廣東話的 所以廣東人很早就跟外國有很多接觸 所以思想比較開放 這個是共產黨不喜歡的 因為你思想開放呢 就難騙你 騙不了你 你思想很閉塞的呢 就很容易騙的 是啊 好啦 今天就差不多了 好的 是 多謝吳欣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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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